对手可是一个长胜王,王铁锤这时使出了看家本领,弃鞠弃马,开始一顿狂轰乱战,我们来看这把精彩实战,红旗当头炮,黑旗上马,红旗上马,黑旗在这里选择了一手强挺七足,红旗出鞠,红旗出鞠,红旗规矩过河,黑旗行鞍马,堂堂正正,红旗呢,行兵, 黑旗在这里最常见的招法呀,一个是平炮,一个是上马,他呢都没有走,他走了招什么旗呢,他呀走了一招飞向,红旗上马,那这招飞向之后,红旗马八近期,黑旗呢大致呢有四种变化,一个呢是不适,形成一个弃马局,一个呢就是上马,形成一个老式的足马盘河, 一个呢是平炮对军,等你压住马之后啊,他再来一个高军宝马,这是常见的,还有一种呢就是实战,高炮,下一招准备充足打军来抢先,红旗呢没有走这个平军压马,你要是走平军压马呢,他就回过卧星,他就选择了直接上马,黑旗进足,红旗呢就把马填进去,黑旗过河, 红旗平炮,下一招啊就准备晾居了,黑旗继续往下冲,那红旗出狙,黑旗呢浸泡, 浸泡封居,那红旗呢先走一手退炮,黑旗呢出狙,黑旗出狙之后,下一招啊想打将来抽狙,红旗呢不理他, 平军,他也不怕,为啥呢,你这时候打将啊,有一个反将,哎,那黑旗一看,你不是想反将吗,我先回个卧星,这样呢我把马逃开,中路呢现在还不后了,下一招啊打将,你就没有反将的手段了, 按说这个时候,你得要想想你这个八路鞠怎么办了,没想到啊,红旗在这里,出人意料的走了一招,冰三禁一,哎,这招鞠走,黑旗可高兴了, 我这样要抽你的鞠,你竟然都看不到,还天天吹自己是个高手呢,那毫不客气,来了一将,那你要是想保这个鞠,那就只有拆中炮了,那给人家留个空头炮, 对此呢,王铁锤啊,他心里面呢,早就有了计划,你不是要抽鞠吗,早就没想,被打算要了,把炮给他踩掉,那黑旗肯定是要吃鞠,红旗呢,在上马,红旗在这儿上马呢,非常凶残,下一招啊,就准备一马换双向,你比方说你现在你要是退鞠,吃,那他就不客气了,立马踩相, 两边卧槽,你这个卧气马跳出来都没用,你吃这个马也没用,你飞掉,那一踩,你马就是跳出去,卧槽是个双姜,那就绝杀无解了,所以说呢,他也不敢退居来捉,那怎么办呢,哎呀,就进个炮,进个炮什么意思呢,你再踩,我就给你飞了,你再踩,我有个扣中姜,以后给你打回去, 那红旗一看,不能用马踩了,他就用炮打,他用炮打之后,那黑旗一看,我以后把卧气马跳出去就完了,他就吃掉了,那红旗呢,踩掉, 这两边卧槽是沙旗,所以他只有先送个马,这样呢,红旗来一将,飞旗上了江, 我们来看往下,红旗的这个精彩入局片段,一招比一招精彩, 啊,赤马,现在是叫沙,进局一将,是个沙旗,飞旗呢,选择了一手,高居,来保,那红旗呢, 开马一将,飞旗出老将,红旗,再采足一将,那只能进老将, 这都是命令式招法,只能是被牵着鼻子走,再来一将, 你这个老将啊,不管是往这条内长跑,还是往这边内长跑啊,都一样, 红旗啊,都是一个抽将,你只能再进来, 然后呢,逝局一将,绝杀无解,你看看,尖弃居,后又气泡, 走的是精彩无比,